交通报 公罗总局最近是推出了管理站服务的APP 无论是要立去机车的燃料水 也许交通委员 有欲口价教定定上改新的交通消息 都可以通过免贵客载APP来得到这些服务 南岛管理站也希望在地乡亲都可以去买 通过APP的系统操作 生活是够这么便利 各种系统的手机都可以通过QR口 来免费使用交通报 公罗总局 推出的管理服务APP 去机车的燃料费6月 交通委员的发展有几张 手机都可以报给你知道 汽机车燃料费查行与缴纳的部分 那使用者只要按上去之后 那会出现你目前使用APP 使用者的一个名下的一个车辆 有否欠费跟这个本会未缴的一个部分 上大西美国这行可以调查车量 目前已经走几公里 以后买中古车就不怕找人骗了 输入这个汽车的车号 然后再输入我们车辆的一个出厂年页 在车号跟出厂年页输入完毕之后 再按查询 系统就会带出我们这部车辆 近期的一个检验的一个里程 办理机车报序 报名口价照 以及提出车主 当时要检查车量顶顶 也都可以透过APP来完成 就清除总管理站 早就辛苦 目前我们新的建议服务APP 有提供汽机车燃料费的一个查询 与缴纳 还有违规车辆的一个查询跟缴纳 但还有一个目前新的住居所 跟就位住所地址的一个申请 及考照预约报名的一个查询 那这些的服务功能 都让我们民众 可以方便的利用 我们新的行动装置手机 就可以来直接使用我们建议的服务 银理站最新的消息 也会在APP出现 让民众可以把握自己的感应 南岛银理站 欢迎大家来使用这项免费的服务 现在新的仓报道